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搭配電商和直播就成功挽回了三成業績 而問到老闆當初的創業故事才知道 原本就是做超市起家 只是後來火鍋店的名氣更旺 目前集團旗下共有六個餐飲品牌 年應收達二十億元 台灣人愛吃鍋 根據統計火鍋一年商機高達三百億元 不過碰上新冠疫情大爆發 內用生意全歸零 這時候吃到飽連鎖火鍋龍頭 全新營運策略 營運而生 這次疫情是一個來得又很快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去年的一個 配套的一個就是計劃 只是我們把它說好 去年可能是在影響五十趴 我們怎麼做 那今年再影響到可能是 零業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 疫情來襲 呂秀春第一個想到的 事先安撫員工緊張的心情 再來就是把擱置已久的網路商城 建構完成 但沒想到卻又碰上宅配限制問題 宅配這件事情的大宅車 那我就想說宅配塞車 那我全省有店鋪耶 三十幾家啊 三四十家 那我是不是我有運輸車隊 新鮮的食材不能等 於是呂秀春就把商品通通打包 送往各門市 讓客人到店面取貨 至少我有商城了 那我有直播方式介紹你說 我的東西在商城裡面 你應該可以去連選等等的 那至少跟大家互動 跟大家說Hello 眼前熱鬧吃鍋的桌面 就是呂秀春的展示台 當時店面無法開放內用 就改裝閒置空間 變成超市 大家就在想辦法要活下去 所以想說我們火鍋店 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的 因為那時候物資很缺乏 我火鍋店裡面有很多物資啊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想說那火鍋店 我們就可以排一些東西 開始來就是給消費者去購買 那其實我們是做超市型家的 所以要把它改成超市是很快的 火鍋店轉型成超市 以量自駕 推出平易進人的產品 成功吸引不少民眾上門 因為我們肉品以量自駕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是以原肉現切 然後會比市面上還要再便宜 一個兩到三成這樣 架上不只賣肉 海鮮雜貨樣樣型 而五谷分店因為附近沒有超市 讓不少居民都來採賣 光肉片一個月就能賣出200盒 店主也在疫情期間趁勢推動 自動化餐點設備 客人可以來到這邊進行自助點餐這樣 然後我們有把之前疫情期間 所有的商品把它提供在上面 所以可以減少人力櫃台人力 火鍋店變身超市 成功挽回百分之五的業績 但這樣遠遠不夠彌補 集團一個月虧損四千萬的危機 原本說實在我們的營業市已經是零了 那後續因為我們還有做一些外帶 外帶就是說我 就超市就火鍋外帶嘛 那其實那個量很少很少 那很少的話其實那個不到一趴 兩趴不到五趴 那後續就是因為有做的是 有做的是方程 有做的是直播 然後到店鋪去取貨等等的 那這樣子種種加加起來之後 應該有創造到快要在25趴至30趴 而疫情期間火鍋店都自顧不暇了 呂秀春卻還幫助蠻農銷貨 蠻魚順著管線溜滑梯 疫情期間這些魚兒無法銷往國外 在呂秀春的力推下 一個月就賣出1萬公斤 全台最大吃到飽連鎖火鍋店 創立至今17年 但很少人知道在開火鍋店之前 呂秀春和丈夫其實是做超市起家的 創業的時候是很年輕 然後即使又沒有背景 所以那時候人家以為我們是詐騙集團 還有說你們兩個小朋友 應該是人家人頭 呂秀春與丈夫在26歲那年 就決定創業開超市 一開始連廠商通路新銷的眉嘎 通通一窍不通 只能邊做邊學 一天要撒一台貨車的魚是真的是 是要很快要快速要又要能夠去 快狠準的方式 然後我跟他說 一隻魚我都是三刀 要很快速 一刀兩刀三刀就要處一隻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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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切到包裝只給自己三秒鐘 呂秀春通通不假手他人 就算手都長繭了 他還是樂在其中 三年到五年這段時間就快樂工作 那第五年到第八年我就 生活到一種好喜歡好喜歡 因為我喜歡這個地方 我看到我客人很喜歡 我看到我的員工很喜歡 因為每個區都是非常開心的 呂秀春也從一開始 不懂得怎麼帶人到後來 找到方法讓員工 已做就是二十年 從當年的工讀生 到現在成為營運長 沒有一個員工是不想把事情做好 只有不會帶的老闆 從那時候開始我所有的領導思維改變 從超市起家到後來跨足火鍋業 目前整個集團 一共有六個餐飲品牌 年營收達二十億元 全台灣的一個 物流倉儲總部在這裡 那所以我們的倉儲是 蔬菜水果啦還有冷凍肉品 全部都從這個地方 然後送到全省去的 所以我們會每天到西螺市場 然後去買新鮮的蔬菜水果 然後配送到全省各地去 走進戰地兩千坪的物流倉儲 這裡有大型冷凍庫 也有常溫類的產品 每天供應的蔬果是全中部最多 運輸車超過二十輛 每天專車送達各分店 我們這邊都是幾乎三層樓高的一個國家 對 很大耶 這裡牛蛋 存放甜點和肉品的冷凍庫 也必須分開 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我切好的肉品 這個是我們在直播或是上層在賣的 切肉也有專門的部門 在一定室溫內標準化切肉 切完就立刻送往冷凍區 每一個區域都有系統化管理 副總你每天都穿這樣子上班嗎 對啊 是啊 為什麼喜歡穿高跟鞋 沒有 不知道就是習慣了吧 就是喜歡就這樣穿的感覺上 就很有 就反而那個整個精神就上來了 身穿景深洋裝黑絲襪搭配高跟鞋 這是呂秀春每天上班的基本配備 他笑說踩著高跟鞋 能讓人看起來更有氣勢 做事也更俐落 穿高跟鞋是他另類的個人堅持 副總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那個團體照 這個是我們從 我那時候是從超市的時候 他是退伍到現在 當我們營運長 差不多二十幾年了 從二十歲到現在四十歲 呂秀春開心的秀出生日時 員工送的卡片 他說不少人都從超市時期做到現在 有著不可分割的革命情感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標誌就是 我們是一群簡單的人 但我們都在完成一件不簡單的事 所以從以前的火鍋 一家店到一年開十四家店 到現在包含到火鍋 跨組其他行業 其實都是我們這一群很簡單的人在做 不只超市火鍋 現在集團跟跨組建設業 不甘於現狀持續壯大